三种面晒心毒的人,离得越远越好,值得深交的人,会拿真心带你,戴着面具的人,会在背后伤你,白夜行中说,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,一是太阳,二是人心,人这一辈子,遇人无数,十人万千,有人真诚善良,有人内心恶毒,但最怕遇到的是善于伪装的人,他们表面看起来一副热心肠,实则城府颇深,时时刻刻都在算计, 人心永远隔着肚皮,我们掏心掏肺换来的,很可能不是一生的知己,而是一生的教训,所以,遇到这三种面善心毒之人,千万不要靠得太近,让时间揭开他们的真面目,一,表里不一的小人,古人说,宁愿得罪君子,也不要得罪小人,史记中就记载过,这样一个小人的故事,楚国父宰相却晚在朝廷中颇有威望,宁臣废无忌因此嫉恨在心, 一心想要害死却晚,一日,废无忌在宰相前故意说道,听说却晚想要请你喝酒,转头又对却晚说,宰相要去你家里喝酒,却晚听后有些为难,因为他不知道该准备什么礼物来招待宰相,废无忌这时心生遗迹,假意回答道,宰相喜欢皮甲和武器,我可以帮你准备五副放在门前,好让宰相关上,却晚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,便欣然答应,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,赴宴当天,废无忌却私下和宰相透露,却晚早已叛变,还在门前放了武器,想要害他,宰相听罢大吃一惊,急忙派人去查看,果然看到了皮甲和武器,随即就让卫兵烧毁了他的住房,寥寥数语间,小人就这样害死了忠良之事,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,看不透小人的两副面孔,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 遇到这样的人,不管话说得有多好听,都不要轻易相信,当你有利可图时,他们奉承你,当你聊到落魄时,他们贬低你,装自山目中有一言,且君子之交淡若睡,小人之交甘若理,真正的君子是表里如一,而不是金语其外,但续其内,我们只有常与君子交,少于小人言,才能少被人利用 二,笑里藏刀的坏人,古语有言,千金难买一笑,笑是我们与人沟通的桥梁,可有些笑容的背后,并不会增进人与人的感情,反而是一把伤人的利剑 那些板着脸的人,不一定就是刻薄之人,而那些面露笑容的人,也不一定就是真诚坦荡之人 有这样一则预言故事,一只狐狸正被猎人追赶着,路上遇到了一位乔夫,便赶忙向他求救 乔夫就让他先躲在自己的茅屋里,这时,猎人也追了过来 问乔夫有没有看到一只狐狸路过这里,乔夫见猎人身材高大,手里又带着枪,心里顿时害怕了起来 便一边说没有看到,一边悄悄用手指着狐狸躲藏的方向 可是猎人没有看到乔夫的手势,就离开了,这一幕恰巧被躲在屋里的狐狸看到 狐狸很是气愤,等猎人一走,就立刻跑了出来,也没有向乔夫道谢 乔夫看到狐狸要走,就责备他不知道感恩,狐狸却回答道 我这么信任你,但你却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倘若不是我发现了 那我今天岂不是落入了圈套,笑里藏刀的人,表面上看着很单纯 往往会在背地里给人使坏,让人防不胜防 老话说得好,防人之心不可无,为人处事,还是要保留一颗警惕之心 面对口蜜复健之人,学会保持距离,才能让自己的圈子更干净 三,过河拆桥的恶人,人人都有困难的时候,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也会付出真心去帮助别人,但现实生活中,农夫与蛇的故事,却常常在上演 老话常说,吃水不忘挖井人,但过河拆桥之人,往往没有一颗感恩之心 不懂得感恩的人,是世上最贫穷的人,他们的内心一片荒芜 只懂得缩去,不懂得付出,否定别人的帮助,不回报别人的恩情,甚至恩将仇报 其实,人与人之间,不帮,是本分,帮,是一种情分 当我们遇到不讲情面的不善之人,就要时刻保持清醒,远离他们 值得深交的人,会拿真心带你,戴着面具的人,会在背后伤你 只有在落魄的时候,我们才能看清明白一个人的真心 只有经历时间的考验,我们才能辨别一个人的善恶 愿你我都能遇到真诚坦荡之人,多交君子,远离心善面读之人,保持距离